盘点江叶前40高手排名 第21名 叶红鱼 实力世间巅峰级别 知手冠叶苏的妹妹 天下三吃之道吃 与叶苏陈皮皮一同在知手冠内长大 是道门不亚于陈皮皮的修行天才 号称万法皆通 如果他愿意甚至有可能取代陈皮皮 成为史上最年轻的知命境 叶红鱼是当时年轻一辈中 维尔珍正懂得战斗的人 曾立志要杀一名书院二层楼弟子 叶红鱼年幼时 遭遇西陵长教熊出墨的金手指 以至于他对世上所有的男人都不太信任 并且此后奋发修行 墨珊珊曾说过 他是天下三吃中最特殊的存在 荒原之行 叶红鱼为龙庆报仇追杀宁缺 后与墨珊珊宁缺进入魔宗山门内 在与连生的交手中 不惜自展境界给宁缺争取时间 荒原回来之后 叶红鱼在身体里埋了72根金线 这些金线每一根都是一道剑 专门为了克制宁缺的饕贴大法 再入陶山时 因境界缺失 被裁决大神官逼出陶山 燕明湖之战后 凭借剑胜柳白的一指剑意 与观战感悟重回知命境 重返陶山一剑斩杀西陵前任 裁决大神官 并取而代之 成为西陵史上最年轻的知命境 与宁缺多次交手 两人称的上是知己知彼 宁缺也视叶红鱼为最强对手 因为处于对战斗的恐怖理解 叶红鱼总是能战胜 比自己强大的敌人 因此对宁缺来说 他宁愿与那些境界更高的人战斗 也不愿意碰上叶红鱼 原话是 他最可怕的地方 便在于他和他是同一类人 但叶红鱼的境界修为 却始终压制着他 换句话说 宁缺只能和他硬拼 却没有办法拼过对方 他宁肯和七眉大师再战三场 甚至再次面对蒋经首座 也不愿意与他作战 心神最复杂也是最精彩的一剑 而叶红鱼则是一招不发 便破了他的原始三剑 叶红鱼究竟有多强 荒原之战 叶红鱼凭借绝高的敏锐 及时躲开了宁缺从暗处射来的原始三剑 黄金巨龙出现在荒原之上时 叶红鱼假装跪地 为此后的判出道门埋下伏笔 青霞之战 叶红鱼一剑画万 用繁龙大阵捆军末片刻 要不是李漫漫关键时刻就场 基本上就打破了书院在青霞间的战力平衡 叶红鱼在此战中 认为灌主柳白叶苏等人 固然实力强大 但不懂得如何获取战斗的胜利 而军末对叶红鱼的评价则是 那小姑娘厉害 要打赢她也要费些力气 第一次举世伐唐之后 叶红鱼代表道门跟唐国书院谈判 与宁缺之间的争夺寸土不让 桃山光明记 叶红鱼干净利落的剑挑南海神官 让赵南海觉得此人不简单 得知熊出墨是他小时候之人后 以此为条件 想跟灌主做交易 想以熊出墨之命换取叶苏一命 仿佛熊出墨之命随手可取一般 灌主为了避免西陵的内讧 派出道门最强三人 中年道人 西陵长教熊出墨和赵南海 围剿叶红鱼 叶红鱼在此战中 重创熊出墨和赵南海 以裁决神殿为繁龙 求助中年道人 而后中年道人 牺牲了半部天书洛字卷 才突围而出 直到自己今晚功败垂成 叶苏必死的结果后 叶红鱼用紧声的一口气 跳入幽阁悬崖 得悬崖下墨山山的帮助 判出西陵神殿 书院灭西陵之战 叶红鱼出场 约战熊出墨 于连认为叶红鱼不会落败 后于连用十年寿命 催动魔宗秘法 一刀砍废熊出墨 叶红鱼得以首刃仇刃 浩天世界破碎后 与宁缺吻别之后 邪莫山山离开地球 去往外太空 叶红鱼擅长浩天神术 和凡龙大阵 最后的境界是知命境巅峰 又在体内埋了72道金线 前期一直稳稳地压制宁缺 近身肉搏的能力 不低于宁缺多少 用叶红鱼当年的话来说 修行界真正明白 战斗是怎么回事的 只有两个人 一个人是他自己 还有一个人就是宁缺 凭借古字里自带一股狠劲 经常倚若胜强 绝处逢生 是江夜中少有具备 越级挑战的狠人 盘点江夜前四十高手排名 第二十名 叶苏 实力世间巅峰级别 道门知首冠的修行天才 道门天下行走 是冠主陈某一生最重视 且最得意的弟子 一生追求见到极致 同辈中紧落后 雨底漫漫 为人孤傲 早年间在知首冠 观六卷天书 常年以一柄木剑随身 天启元年天降异象后 叶苏游历诸国 勘破生死关 后得知李漫漫在黑线那一头 从此不再骄傲 十四年后的荒原之上 叶苏再遇李漫漫 叶苏赐出了此生施展出来 最强大的一记道剑 这是他在知首冠苦修十余年 周游天下十余年 自死关之韬 悟到的极致生杀剑意 结果这一剑 让李漫漫多花一点时间 应对的资格都没有 此时他才知道 李漫漫才是年轻一辈中的第一人 燕鸣湖之战 叶苏潜入长安 被李漫漫之身拦住 荒原之战 一剑重创了连续奋战几天 几夜没有休息的魔宗天下行走堂 清霞之战中 叶苏与君墨互出三剑 最后惨败于君墨的剑下 自称若君墨没有这身护体铠甲 自己未必会输 曾悲壮地表示 我的剑术在天底下可以排进前三 只可惜另外两人都在这清霞之上 气海雪山被废后 叶苏与漏象中传道 期间得剑圣柳白的剑阁壁虎 柳白借剑朝小术后 叶苏入剑阁与柳白论剑 柳白又有所悟 是柳白战天的关键因素之一 后银传播新教影响浩天 在这个世界的影响之力 贯主派龙庆和横目利人 率神电铁骑轻角 叶苏最后焚身成圣 死于十字架上 此前刘有预言 后来陈皮皮接过新教传承 并将其发扬光大 叶苏的境界是知命境巅峰 原文说他半只脚已经跨出五镜之上 前期一直以李曼曼为追求目标 后来却败于君墨之手